來 看來其他消息 指揮中心 尷尋國三亞來提出 這個後禮拜日有條件要開放的措施 有哪出現 國管市政府有些不一樣的作法 像宜蘭的風景區就不要開放 投放市的餐廳有完禁止在這裡 在新地市的市場有哪禁止陰森 有再來醫生留言說 現在這個市場開放也有風險 再來 撒基金改市場 延長到七月二日 不過指揮中心也割定月十三開始 有條件放量包括餐飲中所 密宿街在裡面吃 還有電影園 宿萊外運動中館 有漏風 還有還有九月人以下的 流行團燈燈 不過都需要符合指揮中心的指揮 像這點 國內有醫師的議員說 現在部份開放也有風險 以目前的情況來講 我們還是很擔心 檢查在某些之前 有確診病例的這些熱情 可能還存在有某些欠償的社區感染者 其實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在延兩個禮拜 這樣是比較合理的 九人的一個設定上 如果說有不熟悉的人 或是不同出發點的人的話 這部分就要非常小心 因為其實台北的熱區 新北市的熱區其實都還存在 巴士的出遊 它的風險就是通風也是很好 醫師表示 最近的菜市仔 蝦林街 航空公司 頂頂的君子出席 現時社區裡面要是有穩重的爬蠟 不過最近可以發現 貨物外公的人數是明顯變得比較多 大家是已經怪不得了 政府為了民生和經濟 所以國不理中就要有上官榜人的措施 不過也因為國內的管市政府 對部份開放意見不太一樣 尤其是宜蘭風景區不開放 向市的餐廳要是禁止在裡面吃 甚至市的市場也是禁止在裡面吃東西 這也讓國外的煩惱說 美洲如果是下屋行山 會讓越境更再煩惱 微解封的時候 現實不同調的原因 都是擔心一旦出現了 偶爾的感染爆發的時候 中央支援處置的力道 會有所差別 這當然會造成百姓生活上的困擾 那也有為中央它開放的一個理念 所以中央對於這個微解封 應該做一些剛性的規範 宜蘭議員說 正對部份開放的規定 建議中央要統一一個環節來做 可以先以那個活動 跟不可以掛水安為第一條件 可以準修掛水安就沒什麼問題 只要做好適合記憶就能掛水 如果完全不能掛水安 就直接禁止 讓這是安家方來處理 中央如果規範得太過油漏 又管齊又不一樣 這樣電動會讓民眾不知道 如何準修規範 即將走哈佛的